今天早上这鸭子又下了一颗蛋 昨天打电话回去 嘉宁说这只鸭子前一段时间下过一段时间的蛋 这段时间一直都没下蛋 没想到昨天突然又开始下了 可能他自己也感觉到了危机 看到接下来的这一幕瞬间不淡定了 第一天来家老实得不得了 今天开始出摇蛾子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已经是好几次了 往我的沙发上跳 把他抓下来我才走开一下 他又跳到了我的茶几上 太过分了 这是今天第二次往我的茶几上跳了 已经是生过蛋的鸭了 怎么这么不稳重 又被抓下来了 我有点生气了 这种鸭子怎么这么生硬 过来过来我们尿尿过来 我刚刚洗了衣服出来 这家伙越来越过分了 你给我下去 下去 下去 还不下去 快走 我刚才是不是晕我去了 谁能告诉我 要怎么对付他 我严重怀疑 这种鸭子有多动症 一天动来动去 动个不停 你想干什么 你以为你会下蛋 我就赖不合你了吗 有时间把鸭鸭的视频放给他看一下 他应该多向鸭鸭学习 对了 这就乖了 生我一只抹鸭 你要稳重一点 这才是一只抹鸭该有的样子 哎 断了五秒钟又爬起来了 没救了没救了 天生的多动症 没有办法改变的 昨天就这鸭子洗了澡 然后羽毛一直到晚上才干 当时因为天黑了 我也没太注意 今天发现他这些羽毛超级的好看 我带大家看一下 过来过来过来 我手机的像素不是怎么好 它本身的羽毛银色 比我拍出来的要好看 挨得很近 拍出来是这样的效果 它是黑色 有一点带绿色 还有一点点带棕色 然后动一下 那个羽毛反光的时候 颜色会变 感觉有一点点像 孔雀的羽毛颜色 手机像素太差了 拍不出效果 如果是相机的话 拍出来肯定很漂亮的 刚刚吃完早饭 菜完还没收 它一跳到我桌子上去了 大家说我该怎么对付它 大家说我该怎么对付它 咱们看见 我们的认识